这一座四季风云变幻 中年风顶积雪不容 在亿万年前经过海底造山运动之后 翻腾成形 而成为全世界疾风之最的高山 叫做朱姆朗玛 朱姆朗玛 朱姆朗玛是藏语的发音 意思是大地的圣母或大地的女神 我们其称圣母风 西语其人称爱佛勒斯风 Mount Everest 而尼泊尔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叫做莎加玛莎 萨格玛塔 朱姆朗玛 坐落于中国的西藏与印度 尼泊尔 西津 布丹 各国交界的喜马拉雅群山系统 在这一群高耸路云 风风相连的冰雪山脉里 全世界一共14座 海拔8000公尺以上的鸣山飓风 它难过了全部 而其中最高的就是 标高8848公尺的朱姆朗玛 在人们开始记载 全世界所有飓风的攀登历史之后 这一座世界第一风 就成为全世界登山者 梦想亲近的最高殿堂 在殿堂的面前 在宇宙自然的大地时空里 人类的渺小是何其的微不足道 任何生命在这里也仅是不惧存灭意义的过客 但是在1993年的春季 仍然有许多名中国人 在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里 挑战了自身体能的极限 提升了生命本质里 自我存在的真正意义 而其中更有六名 成了登顶世界第一疾风的历史英雄 这一群生命的过客时机 在1993年5月5日的那一个春天 被永远载入人类世界的登山市册 遥远的天边山光 骑住着喜马拉雅 爱山的朋友的梦想 有天能清静趟 白爱的白雪山香 送礼着珠穆朗玛 爱山的朋友的梦想 有一天能拥抱她 我们远的了亲人和家园 来到她的殿堂中 大地的生物在眼前 我们勇敢地慢慢向前走 千年兵的珠穆朗玛 有登山的朋友 要前程 我们勇敢地慢慢向前走 雪上的喜马拉雅 大嘎哟 风风相恋 高天边 我们勇敢地慢慢向前走 雪上的喜马拉雅 有 风风相恋 高天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1993年的2月28日 拖运了将近900公斤的登山装备与物资 飞离了台北 正式迈向中国大陆西藏边界的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 联合攀登队台湾队伍 万里长征开始的飞行旅程 经过香港 四川 成都 穿过云层 越过山脉 以3月1日的下午 抵达了有世界屋脊之城的西藏 在空气稀薄 海拔3700公尺高的 拉萨贡格机场 来自台湾的队员与先行抵达 已经展开高海拔适应的大陆队员会合 这是联合攀登的计划开展之后 两岸队员的第一次会议师 其意义非比全场 根据先前拟定的作业计划 联合攀登队必须在此地处 高原的西藏首府拉萨停留六天 除了利用这数天的时间 让来自两岸不同地方 各具不同生活习性的所有队员 能有机会进行初步的互相交流 以为在预定教育五月初旬 突击顶峰之前的漫长三个月之中 双方队员必须实际共同生活 充分培养各种合作默契 发挥共同应变能力 能预先殿下相互适应的良好基础 另外一方面 联盘队由美国 台湾及其他地方 经过海路运到天津 在经铁路由北京运到青海首府西宁市之后 以卡车载运翻越青藏高原的昆仑山脉 唐古拉山脉 最后千里迢迢由藏北驻藏 抵达拉萨的联盘队大量物资 必须在此地重新整包 而最重要的 联盘队员必须在此3700公尺的高度 取得先骑高地适应的能力 以减少开往更高海拔的时候 因为缺氧而发生高山病的可能危险 对大部分第一次来到此地的台湾远征队员而言 拉萨的确是个到处披着神秘面纱的地方 在这个全世界知名 被视为藏佛的净土与胜利的高原城市 来自台湾的队员 拜会了西藏体委的达瓦主任 与西藏登山协会的共部副主任 达瓦与共部两位对西藏的登山运动贡献良多 而共部先生更曾于1960年代表中国人 首次登上本次联盘队的攀登目标 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 他们两位对联盘队员提供了许多 宝贵的攀登珠穆朗玛的经验 拉萨是美丽的 而拉萨的风情也是多面的 宛若世外桃源的安详与田径 是九楚城市喧嚣的文明人 所不易感觉与享受到的 而宗教的浓厚色彩 所象征西藏文化的精神文明 在四处可见飘飞的祈祷旗 及各个寺庙的鸟鸟香烟之中 更是被渲染得灿烂多姿 这是一个古都 是一个与古老传统紧紧相结 密不可分 不仅古朴 而且充满神奇的古老城市 为了借此机会 能多了解藏族的历史与文化 专业们在藏族姑娘刺人殃中的祥岛之下 参观了多处重要的文化据点 也造访了这位美丽可人的藏族姑娘的家里 蓝天代表蓝天 白天白云 我们是蓝天 那个蓝天代表蓝天 黄的代表蓝天 一共五个蓝天 白云火水土地 藏传佛教 也就是俗称喇嘛教的寺庙之中 建筑最完整也最大的 首推一直都是历代达赖助席所在 也是前藏政教中心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衣衫修建 坐落于拉萨河谷中心的红山之上 七十逼人 红伟壮观 它建于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公元七世纪 根据史料 布达拉宫是当时藏王松赞干部 为他的汉族皇后唐朝文臣公主所建 但是早期的建筑或因雷集失火焚烧 或遭冰险而回 今天所存的布达拉宫建筑 则太半为十七世纪以后所建 唐朝的文臣公主 嫁于藏王松赞干部 扩大了汉藏文化的交流 大昭寺的兴建 相传是由文臣公主亲自选旨 并且参与指挥剑寺 其楼宇高耸的建筑形式 颇受唐风的影响 这由建筑的结构本身 各类的汉式浮雕 金灵 法轮 陌露等等 所构成的金碧辉煌 可以明显地看出 藏佛 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堪称无与伦比 藏民礼佛的前程 几乎是完全的奉献 神灵不灭 齐天庇佑的宗教思想 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 深植不移 也成为藏民生活里 不可或缺 或甚至几乎全部的 精神医柱 如此的维新法轮 所转成的神秘 就是千百年来 与神政思想紧紧相扣 密不可分的藏族文化 这也说明了 自当今最兴盛 俗称皇教的 格鲁教派创始人 宗克巴去世之后 他的两位弟子 继承所形成的 达赖和班禅 两个神职系统 能够成为藏族人民 精神领袖的最大原因 三月六日 两岸的联盘队员 在拉萨完成 初期的高度适应之后 在许多藏族朋友 带着期许的欢悚之下 离开拉萨 开上了贯穿西藏高原的 中尼公路 向海拔3900公尺高的 日可泽 及4300公尺高的 斜格尔推进 中尼公路全长近1000公里 北起拉萨以北的洋巴井 沿着著名的雅鲁藏布江 深过喜马拉雅山脉 由章母出境 直通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 公路上随处所见 都是美丽迷人的高原风光 高原风光之所以迷人 在与阳光照射下的 各式黄土山形 灰映着湛蓝天与漂浮云 所构成的绝美画面 车型途中多件杨树亭力 风光无限 而鸭路藏布江的碧绿江水 与江面行船 在开春的阳光照射之下 灰映城区调眼月人 细服水波之间有油琴 而随时受到外来客的骚扰 惊吓得迅速闪躲的 则是在平地见不到的高原牦牛 再加上牧人放牧的羊群 以及风飞杀骑 所形成的这一切跳跃 更是随着车队的向前推进 而生动无比的 变化多端 有一位藏族妇人 在公路边上 利用高山溶雪的水流洗涤羊毛 这些羊毛是手制衣服的原料 远征队员经过的时候 特地下车去看他桶里装的是什么 他淳朴腼腆 略带羞涩的笑容 让远征队员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后葬的正教中心日可泽 连盘队员参观了 藏传佛教最大名寺之一 也就是班禅喇嘛 助席的杂舍伦布寺 私立与寺外所见 多为和善的藏族同胞 和虔诚顶礼膜拜的藏佛信徒 藏民们崇敬他们心中的神 在这里又获得更深一层的印证 在往前出发 到中国版图最南线份之一的斜戈尔 连盘队员们翻过了 海拔4500公尺高的丑拉山 与海拔5200公尺高的加丑拉山 在丑拉山顶 队员们既然入了境就随俗 也在封顶石堆之间所立的七岛旗上 献上了哈达白金 蓝天友情白金飘飞 预祝联盘队此行一路胜利 趁着在斜戈尔取得更高海拔适应的期间 联盘队员们抽空游光的市集 与藏文化做了更多的接触 也会合了由西藏体委 派出的高山协作员大拉巴等四人 3月9日 远征队在此地会合了渠道尼泊尔采购部分 登山装备之后前来规见的两名队员 周德九和吴炯郡 海峡两岸 珠穆拉玛峰联合攀登队的所有攀登队员 从这一刻开始全数到齐 3月10日的清晨 两个联盘队的所有大陆队员和两名台湾队员 张明龙和邵定国 分成两辆值班的越野吉普车 与五辆载运装备的大卡车先行出发 先出发 正风 正风正风 怎么样 精神怎么样 感觉不错 感觉不错 辛苦你了 天还可以的 冷不冷啊 天天可以 你觉得现在气温大多少度 现在可以零下十几度吧 现在零下十几度 你们今天几个人走啊 我们今天一共是18人以上三 18个人先走啊 我们随后就到啊 欢迎你们到 对 顺风顺风 在夜空时亮 晨曦出现的黎明之中 划破长天大地的隐情怒吼 及滚滚车轮所卷起的尘土飞扬 解开了这一批为理想而自我挑战的奋斗者 踏上攀登珠穆朗玛 艰苦长征的开场序幕 在联合攀登的活动中 队员之间密切的互助合作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大陆队员与台湾队员在相隔了四十多年之后 这是第一次合作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由于长久的疏离所造成的文化差异或隔阂 是否影响了队员之间的沟通与默契培养 台湾领队和队员们是这么说的 在联合攀登这一个从头开始谈的过程里面 我来往北京十三次 这个十三次里面 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说 八头陌生 然后到互相关切 甚至于关切到互相对方的队员 那当然不可否认有很多 想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基本上登山的人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大家都能够互相包容 那么我想这一个是 让我们在这么长的三个月的时间里 大家从陌生到一直很多的事情 都能讨论的方式 甚至于在以往的这种世界各国 联合攀登队伍曾经发生过的争吵打架 在我们这次的队伍里面 我一直蛮感动的是 都没有说去很严重的发生 当然不同的意见有 可是大家都能够说互相听一听 然后能够接纳 那么包括大陆领域 也是说这一次 很奇怪 我们都没有吵架 在沟通上面一点困难都没有 我想至少在这种文化 语言上面的相同点 就占了相当多的方便 在大陆的方面 他们是可以说 是作为一种任务来执行的 那么在比较上面来说 我们台湾的登山者 大部分都是业余的 那么在整个行动方面 往往因为他们在接受任务以后 他们的压力可能比我们还大一点 那在行动上面 他们就比我们来说 还可以说更积极 虽然两方面都挂着 有攀登队长的名字 在台湾是我 在大陆是 另一位大陆社的攀登队长 那么在实际的现场指挥来说 还是以大陆的 他们的现场经验为一切 他们都蛮喜欢唱 咱们台湾的流行歌曲 我们在西藏拉萨出发的时候 在车上大家就敞开了 就唱了一天 觉得他们跟台湾一般的登山者 都很类似 就是很豪迈 然后很容易 就是大家很快就打冰了 我看他们也是瘦瘦小小的 结果上到基地营的第一天 就碰到冰风 整个路面都是冰 结果他们拿起锅头敲冰那种动作 就是风吹着大家都流鼻水 结冰了 结冻了 可是他们的动作非常成熟 那我在旁边都是小小块的 他们在体能方面来说 基本上因为他们属于可以算是职业队的 所以他们体能方面可以说比较明显的比我们好 那另外在体型方面倒是不见得 但是他们这边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 他们以往的所谓的跟人家的做连攀呢 大部分实力都差不多 两边都是竞争蛮强烈 然后都是有点好像在较劲的这种感觉 所以都是彼此之间不太会去照顾对方 但是我们这里的登山习惯来说 还是一种团队活动 我们彼此大家都认为我们是一个队伍 即使我们就是河畔 我们是大家都是队友 所以我们会想到 当我们有饭吃 我们有帐篷住 我们绝对就考虑到 他们如果晚到 我们会帮他们安排这些事情 但是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就会觉得 我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 这事情你们要自己会安排 所以我们刚开始跟他们 刚上去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是不是好像都不太理我们 他们不是自己的东西都收一收 自己住好了就扎一扣 就进帐篷休息了 所以因为我们初期来说 适应没有他们的好 比较晚到的时候就觉得 好像他们没有这种团队合作的精神 那就刚开始就觉得 好像有点不太融洽 那这个也是后来经过大家的聊天 就能够缩开了 那这种习惯性的大家就好了 以后就比较好一点 其实跟大陆队相处的这个经验 在队伍当中我应该算是第二次 那么两年前在一次 攀队西夏帮马峰的时候 也跟这个大陆队的马兴祥队员 在山上生活了一个多夜 虽然我们是属于不同两个队 可是同一个山区同一个路线 而且那个是他是跟日本队合攀 我们是纯粹的台湾队 所以在山上我们同样是中国人 彼此之间其实非常的友谊友善 而且互相照顾 那我们也帮助他们 抢救了一个山难的队员 所以我们在山上相处的 合作的蛮愉快 那根据我的经验事实上 我们这一次呢 再度在山上相处 那我的感觉是说 我们双方之间对于这个登山的认知 如果说有一定的程度的话 双方合作的状况是蛮顺利的 由斜格尔往五千一百四十公尺高的 大本营的这一段路程 还必须翻过海拔五千公尺高的帕卓山 站在帕卓山顶 可以清楚地遥望 珠摩朗玛峰与喜马拉雅山脉 在此辽阔的大地与蓝天之际 能够亲眼目睹这一座高耸入云 傲视群山的世界第一峰 与其他几座八千公尺级的世界名山 Jouou Lotse Jimakalu 一同挺立在雄伟壮丽 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脉 连班队员们心中的感动是无以名状的 自斜格尔往大本营一路行去 全是高低上下翻山越岭的山路 不是泥土就是石块 车队在行进的时候都是颠簸不堪 再加上三月初才刚开春的天气 尚未融化的冬雪和后冰到处都是 潘灯队长张明龙曾经拍下了一段路况急差 载运装备物资的卡车遭到冰封阻碌 然后大家合作仪式开路的过程 olive岸 和店主的 entire排场 朝猫 球 叙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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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拔的增高 积雪的渐渐越来越多 开始将大地带入寒冷 零下十度的夜晚气温 让远征队的所有队员 也开始有了已经远离亲人的思绪 也感受到在未来两个月的漫长时日 只能与高山冰雪为伍 将会有多少的孤独和寂寞 因为此去将是真正进入 喜马拉雅极高海拔的山区了 联合攀登队全队进入 海拔5140公尺高的大本营 是在3月13日 营地所在地是 珠穆朗玛峰山脚下绒布冰河前的一块大片平原 这一块平原称作珠峰广场 历年来世界各国在此攀登珠穆朗玛的远征队伍 几乎全数在此扎营 建立攀登行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Base Camp 大本营的建立新骨异常 一切从零开始 从小型 催式 行军各式帐篷的搭设 到物资装备的整理 山区无线电通讯系统 对外海式卫星通讯设备的架设 以及太阳能电力的储存 耗费了全体队员们整整数天的时间 自台北出发 到今天大本营的初步建设完成 已经两个多星期 从正式进山开始 远征队员们都连续累了好多天 该休息会儿 在山雪之下 珠峰朗玛静静地坐着 时隐时现 在强风之中 连班队精神象征的对齐 也勇敢地飘着 毅力不摇 在存储整备 沉静肃目的这一刻 空气稀薄 寒气动人的大本营 对未来充满了未知 珠峰雪季的天后 殷勤未定 狂风暴雪可能随时来袭 远征队所有开始体会 高山孤寂的队员们 所期待的明天 不知将会如何 在攀登8848公尺高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推进过程之中 除了车型抵达的5140公尺高的大本营Base Camp之外 一共还必须徒步向上行军建立七个营地 包括5500公尺的C1第一营 6000公尺高的C2第二营 6500公尺的C3 也就是前进基地营ABC 在ABC以上还必须建立四个营地 他们是7028公尺的C4 7790公尺的C5 8300公尺的C6 及8680的C7 然后由C7第七营突击顶峰 高度越高 氧气越吸 向高地前进 除了攀登队员们本身背负个人装备的行军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团体装备的运输 团体装备包括了队员上山之后 必须长期使用的帐篷 每天必须消耗的食粮 攀登突击所需的冰符 氧气 及登顶所需的旗帜 这些重量高达数百公斤的物资 往ABC的运送 只能依靠高地运输唯一的力量 牦牛公与高山牦牛 牦牛公在高山行走的体力与速度非常惊人 当然这是因为生长在高山 得天独厚天生就有的适应力 而载重能力达到每头50公斤的牦牛 更是只有高原地区才有的耐寒动物 他们是攀登猪木狼马 担任高地运输的伟大贡献者 正是面对就在前面的猪木狼马 每一位攀登队员在出发行军往ABC之前 都留下了他们对猪木狼马及山城的看法 我们现在在猪木狼马峰大本营的一个地方 高地大概多少 5140公尺左右 你这两天想什么东西想比较多 想怎么样进进这个圣母峰的胸怀里 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好 希望登顶 如果我不爱山我们还不会来了 我想最主要的必须要保持 要活着回来 要安全全的回来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信念 我并没有说一定要登顶 今天我跟着大家一起到圣母峰来 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攀登 也许当我 当我渐渐的老了 那我的体力不好了 也许我可能改变更 另外一种更柔和的方法去接近山 我倒是没有什么巨卡或警钟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是觉得我只是来亲近他 然后基本上我能够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觉得过程之中 对于登顶来说 比登顶对我来说 我觉得感觉是 虽然我们很多人从事登山活动 可是还是有更多的人并不了解 登山活动是怎么一回事情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家里好好地吃 不要好好睡 不要到山上来 荒郊野外来 吃苦受难 明知有艰险的困难 还是要去挑战他 所以事实上我们愿意让人家了解 我们这个活动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很有意义的地方 山 我个人感觉山是应该尊敬的 我不想说他是不是有神 或有什么神灵 我没有这种想法 我只是尊敬他而已 当你到最后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 你就咬着牙 你就数着步伐 你想一定我能到达目的地 最后你就会成功 齐天保佑 乃是人类既往神助的表现 能获神佑是天总之福 来自日可泽的大陆藏族队员 在出发之前 前往距大本营七公里处的世界最高海拔的寺庙 荣布寺为连盘队祈福 也在大本营前山坡上的石堆 奉起了挂旗 献金 起烟 撒上米 等等祭天祈福的葬祖仪式 往天保佑 所有的队员平安顺利 三月十七日 大美因开始起风 十八日 风断断续续地持续增强 十九日是预定开发的日子 盘队队员们与高山协作员都已经做好了出发的准备 但是风势仍然太强 向上行军的计划被迫取消 直到二十一日 队员们终于在并非绝佳的天况之下出发 建立了五千五百公尺高的第一营 二十二日 在阴冷的气候之下 抵达六千公尺的第二营 二十三日 勉强抵达了第三营 也开始建设ABC前进基地营 但是在这一天 周末拉玛山区的天气又开始转坏 风又在起 雪也在飘了 二十五日 天后转坏 二十六日 暴风雪开始肆虐 毫无停止的迹象 大本营积雪超过一公尺 深可及药 ABC更深 由于困手 队员无法向上开路 图号有限的积粮粮食 观察气象 珠峰雪击中的恶劣天后 已经被连潘队不幸遇上 为了防止更大风雪 造成无法补救的意外 台湾潘灯队长张美龙 与大陆潘灯队长金俊席 在向大本营报告紧急状况之后 发出了 全体队员于二十六日 于二十七日 分两批 立即下车 急速回返大本营的紧急命令 而这一次 损兵折将下撤行动的结果 就是连潘队庶民队员冻伤 而黄德雄却在天已将黑 无法赶回到BC的情况之下 被迫在强风狂刮的冰天雪地里 做了没有帐篷 遮蔽风雪的紧急露宿 我们当时的环境是零下十八度 相当的不利的一个条件 心理上少不害怕 我觉得我还是可以 安全地度过这个晚上 然后第二天天亮之后 我们再继续回到大本营来 这样可以避免 夜间勤勤的困难 我们也可以准备 就是说可以接应后面 还没有回来的这两个队员 这整个晚上呢 就是保持身体一直在动 然后一直在思考 让自己的意志力 很强烈地一直在运作 让自己能够安全地 度过这个困难的夜晚 另外在二十八日清晨两点 在暴风雪夜里曾经迷途 才在与队友重新会合的 台湾队员少定国 是在进山的山口之前 被前往接应的连盘队友 扛在肩上救回来的 他的这一段经历 导致他的提前下山 而大陆队魂彩丰富的 随着记者张健 之后为少定国写下了一篇 类别珠穆朗玛 他文中对这一段坚苦下车 有很感人的描述 他写道 那个难忘的珠峰午夜 当我们在峡谷里 接到你们的时候 你已经在风雪中几乎失明 是藏族队员驾起你回到营地 大陆的队友们为你洗脚 喂水 喂饭 治病 少定国的开朗 乐观 坚强 和乐于助人的处事态度 不但建立了与其他队友间的身后友谊 也带给所有队友们 好多好多的温馨回忆 助手大本营 有极高水准高山医学专业素养 随时必须照顾所有队员的随理医生李淑平 则是这一段期间最为操劳忙碌的人 攀谈队长张明龙 也因为数只脚趾受了一至二级的冻伤 而成为这位大医师必须照顾的多名伤病之一 我们3月27日26日撤影的时候 我们有三个三名人员洞伤比较厉害 一个是少定国 一个是大陆队方面的罗生 罗生是首部洞伤 少定国的话是脚趾头的部分洞伤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两个过来都在4月6日的撤影 严重冻伤会导致肢体末梢血液不能循环 细胞坏死无法再生 道路队主力攀登队员罗生 在此次下撤冻伤离营之后 截去了两截手指 此外在最后突击顶峰 成功归来的北京登顶英雄王永峰 及藏族队员小机密 也都因为在宫顶的时候遭到严重冻伤 一位付出了两截脚趾头 另外一位牺牲双手拇指的惨痛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